可是這裏面不是有 好 沒關係 那時候順便就走一到四 然後又可以走一到四 我知道 就是好像周面就有 不過沒關係 你在那個阿達 我再傳一份確定的給你 那我們就開始第二部分 那個 不好意思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講義 還沒有傳 好像是還沒有傳夠的樣子 那今天我們還是會繼續上 但是那個 講義就補給各位 那不過還好 因為那個十二還蠻簡單的 所以應該先聽一下基本概念 然後我們再把它補上去就好 那其實十以前 就是MateLab相關的一些東西 那十一呢 只是說 那本書它 教了MateLab 可是你講完MateLab 其實教任何東西都一樣 你必須把它跟一個 食物的東西扯上關係 這樣子會比較有意義 就是沒有人會 要學一大堆那個 譬如說指定或者是用法 然後學完之後發覺 也不知道要用在哪裡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 基本的那個 就是學生 譬如說高中也許是那種 就是你還沒有主修的那個學生 那你能夠處理的 大概就是一些 所謂的現實上的問題 可是因為既然我們是 所謂的電機系的學生 那當然我們要去處理的東西 就會比較偏電機系 所以這個Lecture呢 還是課本上的 那那本課本 是for所有的人看的 所以它的問題 就會比較偏向於 所謂的 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問題 因為你不可能叫一般人去做好 請問你R7充電的 中間的過程是什麼 那如果他不知道C是什麼 他當然不知道什麼叫R7充電 可是對我們電機系來講 R7充電就是一個基本的東西 所以呢 都後面的舉例不一樣 但是 在Lecture 11呢 我們講的還是一般的 就是現實生活的 就是那個 Real Life的東西 但是從12開始 我希望把它扯到 就是直接跟電機系 尤其是電力電子 要做的時候 有關的一些相關的技術 那後面的那個部分 從12開始又分成兩個部分 一開始呢 我們先把工程上會用的 基本技巧打底 之前只是程式上的技巧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工程上的技巧 也就是直接用在電機工程上的 幾乎每個領域都能用 那在更後面 從太陽能開始 那就是單純 只有假衣組會用的 綠色能源啊 電路的設計啊 分析啊 那些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這個 因為它跟我們下個禮拜 要做的東西也有關 我們如果想要模擬一個 現實的生活 那其實我們知道 現實生活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概念就是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東西 其實是可以確定的 明天出門到底會不會下雨呢 或者是說 我走到哪個地方 到底會遇到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 基本上當年 你大概可以知道 可是也會有一些需要去預期的程度 那就算你看了你的APP說 現在出去 幾號公車 60號公車會來 其實也不見得 搞不好它在前一個街角轉角的時候 那裡突然就塞車了 因為我們APP爆的時候是爆說 反正我就看前一站它已經到了 而且前一站它這站只隔500公尺啊 所以我就說 一分鐘之內它就會來 但是 那個路口如果剛好不小心發生了一些 什麼事情 譬如說總統車隊過去 那它給它卡5分鐘了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免得 好 那 我們的亂述 其實就是在電機器裡面 它叫做機率與統計 其實不只在電機器 所有的人都叫機率與統計 那這個東西呢 越來會變得越重要 理由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我們知道之前的科學 就是比較舊型的科學 像牛頓啊 或者是什麼 他們那時候的科學 講究的都是固定論 就是已知的 基本上他們那時候 預期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只要把模型建的扣子器 我就一定可以預期所有的事物 所有的行為會怎麼樣子做 那當然我現在沒有能力預期 像我沒有辦法預期 就是 不是我啦 就是包括其他人也沒有辦法預期 明天的天氣到底會不會下雨 那是因為那個 就是傳統的概念是認為 因為那個模型太大 不足以做到很仔細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不是代表我沒有能力知道 可是越新的科學 所以我們會知道其實 基本上失誤的主宰 包括連生物 生物的最底的那些 那個需要知道的東西 多麼是量子氯血 量子氯血就是機率的氯血 它不是以前的傳統鳥凳氯氯血 是我知道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機率就變得比較重要 那統計這個東西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要看到一套的東西 就是現在炒得很紅的 所謂的大數據 BETA 那大數據這一個東西當然很重要 因為其實它就是幫你把 那個很多的不知道的東西 整理出一個脈絡出來 就是整理出一個線索出來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沒有抓到重點 就是大數據這個東西 當然是重要 但是請問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是去學會什麼樣子 收集數據嗎還是什麼 那些東西其實都是本來有的 只是你以前可能 家裡有裝智慧鏈表的 以台灣來講 基本上就是那三千戶 適用的那三千戶 那以後台電預期可能在十年後 台灣有一半的人要裝數位電表 那台灣的一半就是那個 兩千萬的一半就是一千萬 但以戶來講沒那麼多 那這兩個之間的數字差別 前面那個就是可以人的眼睛 看得完的資料 後面就是大數據 所以大數據的收集 感覺上並不是一個很 你特別需要去研究的學問 因為反正你不是裝的多就會量的多 那每個人都可能告訴你資料 你的資料就多 所以要做一些什麼 人連電視啊 要做什麼 這個跟政治那些都無關 你在中國大陸那邊做 就是比在台灣這邊做簡單一點 理由很簡單 他的那個什麼百度啊 或者是什麼那個 他一收的照片 他一天收的那些信息量 就多少個 那我們台灣的有多少個 所以你吃虧在這裡 並不是說我們的能力不夠 可是你就是沒有 夠大的數據 你一定要有夠大的數據 才會有趨勢 好 那但是假設我們有一些手法 當然這些手法就是看個人的本事 譬如說台電也存了一堆數據 他也不會告訴你啊 那或者是說其他地方其實大家也都有數據 可是現在的 以現在的那個研究領域來講 數據就是網路 所以他數據不要給你 他能做你就不能做 好 那假設我拿到數據之後 請問接下來的技術是什麼 就是這個 你在那邊炒的一大堆什麼機器學習啊 什麼神經網路 什麼深度學習 通通都是統計 康的基本就是統計 那學習的部分 我們在之後的課程 會再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可是至少你在一般的生活中 你就是會碰到一些統計的東西 所以我會希望至少 我們當然你主業是電機器 要如果像我們這一組 最後的主業就是電力電子 你最後大概出去 頂多就是什麼台達工法 然後其實你也知道你的工作 就是做一台電源 然後賣給其他人這樣子 但是事實上你可以 對一些跟我相關的東西 可以再稍微多一點點了解 那那個東西其實對你做一些判斷 或者是做一些選擇 其實是有幫助的 或者說我們至少你在看新聞 或者是看一些什麼人家的報告 或者是兩派如果吵起來 他們在各自用各自數據的時候 你至少要看懂 哪一派的數據是合理的 那不管是機率與統計 都會用到亂數 所以我們在Chapter 13 會給各位很詳細的 MateLab裡所有的亂數產生的能耐 可是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 雖然全世界的亂數有 就是所謂的機率分布有非常非常多種 你們如果去修機率與統計 像是不知道是必要還是選修 那個老師 反正如果比較厲害的老師就會教你一隊 可是其實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除了那些東西都要學起來之後 因為所有的人都是數學士嘛 你應該要知道他們會出現在哪裡 還有他們的等值是什麼 因為我要講的是 基本上所有的機率 都可以從一個基本的機率來 也就是均勻分布 我們在課程中會跟你介紹 怎麼樣子用均勻分布 長出一個最容易的分布 叫做Normal 就是正規分布 其他的你們就是有興趣自己去看 但是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它長出來的 只是不同的做法不同的要求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在看那個機率 就是這些種類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稍微想一下 就是Normal他剛剛提供一堆工具 給你做實現 可是你要怎麼樣的去使用它 這又是另外一個 然後他們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至少要看動 好 那你為了要使用這個 所謂的那個 段數產生器 在ManLab裡面 我們之前已經用過的 那個指定就叫rand 所以這個東西各位一定要學起來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rand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rand的話呢 第一個你可以後面寫成 我用那個xy 那mm好了 它其實就是產生一個mraw and column的東西 所以e5就是一個raw 五個column 那各位剛剛也知道的是 一個raw就是一個行列嘛 然後五個東西 所以你一次可以產生五個 好 那問題來了 第一個問題 rand等15 跟我4i等於1到5 然後rand5次 有什麼差別 數值會是一樣 但是概念不一樣 如果你產生一個rand15 我們有時候呢 在電機上面 就是至少在我們研究上面 我會想要判斷某某方法 比如說方法A 跟方法B 在不同的適應場合底下 它的能耐有多少 像我們最常舉的例子就是 我方法A 丟去某個太陽的日照場合 然後就跑一個結果 B呢 也丟去一個場合 跑一個結果 那如果兩個人比起來 A的性能比較好 我就說A的性能大於E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的日照場合 每一天可能都不一樣 今天可能是低日照 明天可能是中日照 後天可能是高日照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要每一天都測過AV 然後都贏 才說他是贏呢 那如果不是 我應該要測幾種呢 那我要測幾種 我在A去跑的時候 B當然沒辦法跟著跑 因為他們兩個人 一定是放在不同台 那我要怎麼樣子去做 那個AV的同一個平台的測試呢 這東西就是我剛剛又問各位的 如果你用Random U 你可以產生一個序列的亂數 那你就把這個東西記下來 用A去跑一次 跑五個答案 用B再跑一次 又跑五個答案 把答案加重起來 比方看誰好 好 這就是一種標準的測法 絕對不可以A 你去跑的Random五次 B你也去跑的Random五次 但是你怎麼知道B的那個Random 那五次然後測出來不會是0.1 0.12 0.13 0.15 0.18 這樣子不公平啊 他的測試Pattern 如果跟我的測試Pattern不一樣 那誰知道A好還是B好 所以如果你要比兩個方法 但是你又想比好幾個Random Scenario 就是場景 那你一定要自己先Create好 就是你把亂數的東西先買好 可是至少AV去看的時候 會看到同一個東西 這是賞一串跟賞一個之間的差別 那Random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我之後會告訴你他的基本原理是什麼 那當然這邊就各位自己稍微改一下 我目前測起來 因為AV一直改版 他的那個亂數產量器 一直改版 我目前看到的是0.8147 而且2020還可能會有問題 我們直接來考一次看看 我先把Mateleaf關掉 因為這個東西必須要把Mateleaf關掉 才沒辦法按錯了 這段無關 因為這段只是那個 那個而已 我們把Mateleaf關掉 然後重來一次的時候 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其實我想問各位的是 RAMD這個Random這個指令 既然號稱是亂數 照理來講你每次Key一次 它就應該出來不一樣的東西嗎 那我們來Key看看 這才稍微慢一點 也太慢了 好沒關係 如果真的不行 就各位自己試看看 我想請各位試的東西是這樣 就是Mateleaf進來 然後你就打RAMD 然後你就把它關掉 再出去再重進來一次 好這個給各位回去試好了 還是要拍那麼久 那我後面如果不要加括號 直接打這個就是承認一個亂數 你看一下是0.8147 那你再打一次 9058 然後什麼 反正你就是繼續打 可能都會有一些數字 那請各位把這個數字記下來 照理來講 你每一次打RAMD 就應該出一個亂數啊 可是呢 我們在之後 會跟各位講 幾率內的Lecture 就跟各位講 每一個在產生這些亂數的時候 其實靠的是一個種子 這個也是0.8147 這是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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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0.8147 OK 有沒有 但是Malable每次在用的時候會產生一個種子 所以你在key進去的時候呢 當然他就會那個 就是會自己利用那個種子產生一個亂數出來 那Malable可以證明喔 他要這麼多次才會重複一次 所以你幾乎可以看成它是一個純亂數 當然怎麼樣就叫做純亂數 怎麼叫假亂數 我們會稍微再之後給各位定義 可是現在我們的問題是這樣 如果你 打入就是RAMP這個東西 在每一次的Malable重開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那個數字0.8147 這可不是一個好的那個 就是你本來以為你自己在產生一個RAMP的Sequence 可是呢 你每一次Malable重開 就是開始那個 至少我一直測到2019 還有2020 都是這樣 你都會出來0.8147 那這樣子問題就奇怪了 哪有那麼巧 就是 你每一次亂數有點像說我其實有一個好大好大的桶子 裡面有這麼多個元素 我每一次都撈一個數字出來 竟然每次都撈到同一個 這件事情顯然是做不到的 就是 以機率來講是不合理的 但是Malable的確就會這樣 這個理由很簡單 因為它每一次開始 它都從同一個系的 種子開始 那如果你想要避免這種情形 假設你想寫一個真正的亂數模擬 那麼 你應該要加這樣 這個指令告訴我們是這樣子 RAMP的 State 是代表我就是要指定它的開始點是什麼 後面是一個數字 這N是一個數字 那我們給它一個亂數的數字 各位可以自己這樣子試喔 如果RAMP的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相當於我指定現在的開頭是3 那你看出來就是0.5162 那我再下一個 就0.222 再下一個 就是0.18 可是呢 如果我再把它指定為3 你看一下那個數字喔 5162又是這一個 一模一樣 然後再來 2252 所以你指定了一個東西之後 它就會從那裡開始當種子 每次加1 再往前做 可是 代表說我只要知道我的State 其實我就知道 我會從那裡開始 這就不是純亂數了 變成我可以預測 所以呢 這一個東西 需要 我們需要有一些技巧 在每一次開機的時候 就是每一次進manac的時候就會變 所以這不是一個標準的那個 應該是說 這不是一個規定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這是一個還不錯的技巧 他怎麼樣產生這個m呢 他就用這個指令產生一個m 這個指令是sum 100乘以Clark 那我們來看一下Clark是什麼 Clark是一個內建的系統變數 它其實就是代表現在的時間 那看這些數字 各位可能看不太懂 我們要是1000乘以這些數字 可是如果你help或者其實你自己看一下 他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乘1000是多少 2020 就是我們的年 10月 28 也就是今天 然後現在是11點 42分 是不是秒我不知道 就是 那個 算到千人之一的秒 好 所以這是我的時間 那你每天開始當然時間就會不一樣啊 因為這些東西是一些小數點的 所以你把它乘100 然後變成粗再加起來 當成我的種子 N 那是不是就是一個不錯的那個 技術 所以你每次 這樣子Clark完 再遠等 什麼一樣 基本上都不會重複 不然如果你指定 其實現在你應該知道 我每次進malevel 他就是把這個answer為1 所以你自己去打Rain 那個state的1 然後 再打Rain的 他會不會出來 你也8147的那個數字 好 這個是第一個要注意到的按錯 就是第一個要注意到的 malevel會產生亂數 但是它不是真正的亂數 那接下來有了論述之後 我們怎麼樣去模擬一些現實的 生活呢 這單純就是一個 層次上的技巧 第一個假設我想模擬丟銅板 那各位要知道其實我們還蠻幸運的 就是 生活在這種純電腦的年代 以前的數學家也想模擬 就是 丟銅板然後 看看比如說他們想做一些統計上的那個 研究或怎麼樣 他們是真的在丟 所以有一些數學 他有一些數學發現其實是 因為數學家他 被關起來 當然他們 大部分都不會做錯事 通常都是跟 那個 掌權的人有 相異的意見 譬如說人家說 地球是中心 然後你說 太陽是中心 所以就被關起來 但是 反正他們被關起來之後 好像閒閒無私做 那就真的在那邊丟銅板 然後去 發現出一些定律 定律這樣子出來 那我們現在當然不需要這樣子丟 因為電腦會幫你丟 電腦一秒鐘丟個100萬次 也不是問題 所以才能做我想做的 那些研究 好 那這個東西的例子就是丟銅板 假設我想丟50次 總計 HAT幾次 然後TAIL幾次 就是頭尾 正面反面刻幾次 我該怎麼做呢 標準的做法就是 就是這樣 假設你的銅板是一個所謂的公正的銅板 就是意見 那你應該有一半的機率 是正 一半的機率是反 但是RENT我們剛剛講過 它是一個均勻 分布的 0到1 那你自己就照自己的經驗 從 0.5才開 小於0.5機率總好一半 大於0.5當好一半 所以我就這樣子寫 就可以 做出一個 一半一半的機率 好 那講第三要提醒你 這樣子寫是錯的 這樣子寫才是對的 那差別只有一個 這裡剛才也是一樣啊 如果RENT的小於5就是頭 然後那個大於5就是 大於0.5就是TAIL 那為什麼這樣子寫不行 這樣子寫可以 我們剛剛看過的嘛 RENT每呼叫一次 就是 就會跑一個段輸出來 所以 如果你希望我丟一次銅板 你就告訴我出頭還是出尾 現在這個其實是丟兩次 這樣子是有問題的 這個東西是解釋剛剛那個就是 一個RENT就是代表一個RENT 但是你剛剛這裡扣了兩次 所以代表它是兩個事件 不是一個事件 好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講的是所謂的 對等機率的事件 也就是兩個人的機率一樣 現在我們來講一個 不對等機率的事件 譬如說我們講那個 以前念骰子然後現在可能也改的 讀音的東西 就是那個DICE 那當然它是1到6 那我們考慮不作弊的情況 大概每個人的 機率就是六分之一 好 怎麼模擬這個 所以一個基本的寫法可以這樣子RENT完之後呢 它產生一個0到 1之間 其實就是0.999 然後你把它乘以6 那不是會出來0到5.999 的這個數字嗎 然後再把它加1 不是變1到6.999 然後再取它的FLOWER 也就是地板 還就是1到6 好 所以 這樣子的指令就可以產生1到6 所以同樣的道理 假設各位想把它產生 譬如說5到10 你自己可以想看看該怎麼做 5到10就是 567890嘛 基底是5 然後 這些數字可以產生1到6 對嗎 所以你要先把它 變成1到6 然後在上面再加 比如說4 類似這樣子就變5到4 然後 你也可以產生一個範圍不一樣的 譬如說5到12 這個數字也要變大 自己想一下看看 你看 那一旦你有了一個那個 這個骰子的 丟法 我們就可以去模擬丟骰子 譬如說 假設你知道 我現在是一個賭場 我想要開一個賭局 說什麼 如果你連丟3次丟到什麼 777 沒有77 就是 那個5 43 我就給你多少賠率 你可以自己丟看看 好 那接下來你當然 不管是骰子還是那個 Coin 他們都是fail fail就是所謂的公平的 就機率一樣 那有的時候你要模擬機率不一樣的時候 像 譬如說在某個特定環境下 那現在不是一直都在炒病毒 有一些細菌呢 他會 就是增值 就是變成兩倍 就是分裂啦 那有的時候他不會 機率如果是0.75 我又該怎麼模擬 一樣啦 既然我知道我的機率是0到1 所以你就小 小於0.75就分裂 大於就沒有 就這樣 好 那剛剛我們講的是那個 均勻分布 均勻分布的意思就是說 你丟得夠多次的時候呢 他們出現在每一點的機率 該一樣 可是現實生活中 除了均勻分布 還有另外一種分布法 那個更常見 那個叫Normal Distribution 或者叫做 就是高斯分布 那高斯分布如果各位還記得 因為那是機率裡面最有名的一個 那個統計裡面最有名的一個分布 所有的高斯分布都有所謂的平均值分標準差 那他們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會出來這個 那這個東西之後我們會有細講 但是現在就可以請各位去試一個東西 你現在呢 去丟一個red 的 所以他會產生你掉一 對不對 然後呢你丟100次 接下來你把它畫他們的hist 就是分享100段 也就是說如果 前百分之一的 你看看機率是多少 第二個機率是多少 第三個機率是多少 然後呢 順便用那些數字 就是100個數字 然後 順便用這兩個指令 等一下會教到 平均跟標準差 去找出他們的平均跟標準差 你會發覺 骰得夠多的均勻分布 就是那個 他就會跟我的這個 就是所謂的常態分布扯上關係 那常態分布跟均勻分布的差別 均勻分布是rand 常態分布就是rand 所以呢 你把那個rand 骰得140次 畫看看他的hist 你會發覺都是平的 基本上應該差不多一樣高了 但是如果你把rand 骰得140次 你會發覺其實是中間高 兩邊低 這兩個東西不一樣 這個是平的 rand 是長這樣的 那其實我們現在 就是不是現在 應該是說現實生活中 你大部分看到的都長這個樣子 我們用身高來當例子就好了 一般的平均的那個 譬如說大學生的身高 有可能全部身高大家的人數都一樣 當然不是啦 一定是中等身高的人最多 越極端值 比如說高到一個離譜 有220公分的 或者是低到一個離譜 也許120公分的 一定都很少 中間的值應該比較多 但是如果是rand 應該就還一樣多啊 所以 其實生活中 處處都是常態分布 可是這兩個人的關係是什麼呢 那這兩個人的關係 我們在下一次的練習題中 各位會看到 其實他們兩個人是有 一點點關係的 但是現在 你就先知道 rand 是亂數 rand 是高型亂數 這樣就好了 好 那兩個人 我們要提醒你 他們是不同的generator 不同的seed 所以 其實 你設定了某某人的state 之後不會對另外一個人 產生影響 最後一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 我在那個 那個 的教學網站上有看到一個這樣子的 的城市 那 我會強烈建議各位去 試著看懂它 那這一個城市在我們的 課堂換例上應該有 我也請助教 稍微公告一下 就是你們再把它 公告出來 它叫做這個 來 recap 那我先直接執行給各位看 然後我們再來細細的探討一下它的 重點是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亂數嘛 亂數其實就是一個不可預測的東西 但是這一個東西叫做生命遊戲 它是那個一個 研究學者 那個康威 說創造出來的 然後呢你會發覺 看起來亂七八糟 所以它是亂數嗎 但不是它是一個固定的規則 它的城市碼只有這幾行 因為前面這裡是產生一個 稀疏矩正 然後接下來呢 是產生一個 種子 這些都是固定的 然後呢 這些像什麼 Spy啊 N&N&J 只是畫圖而已 所以根本跟那個程式碼是無關的 它的程式碼就只有這樣 然後跟這樣 盡量會跑出那種圖 那 還姑且不論那種圖 如果我把前面的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我是指定的那個西蘇矩陣 的形狀是一個十字架 就是一二三四五五個地方有指而已 如果我把它用RANK來做那就更厲害了 我現在是用那個 亂數 就是產生一個1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點像是生命到處在亂跑的那樣的情形 沒有停對不對 你跑到100他也不會停 但是這只是其中一個PACE 這個數字全部都掛的 黑色的那個點就是生命 他有可能你看像這三個已經停下來了 他這裡已經開始重複了 所以這是運氣 就是 就是我們用幾個簡單的規則可以創造出無窮多的那個 形狀的這種東西 我們就叫他生命遊戲 好 生命遊戲的規則我們等一下要跟各位解釋 但是你可以看到 每一次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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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有不同的跑法 像這個已經跑到文炭 基本上就不動了 可是剛剛我們明明看到有一個到處會亂算的東西 每一次跑都不一樣 所以 各位可以試著去看看 然後看看能不能看懂 他的這個東西 那我們可以學到兩個 我會建議你一開始 先用底下的這三行 就是先用固定的起始點 這個固定學點就是我在這裡產生一個 十字 所以你每次看到都會一樣 但是你可以試著看看他為什麼會 有這樣子的結果 我們回到 講義 這個東西當然就是某個人發明的 那這是一個數學家 英國的 1971年開始 就是他發表的 然後在那個科學美國人 那邊 那個 創造出來的 然後呢 他假設他的那個universe 就是這個框框是五重大 可是Malab做不到五重大 我剛剛做的是50乘50的空間 你可以自己再 試著把它變大一點 當然會有 記憶體空間的問題 那你會發覺 整個空間裡面呢 因為我有 生命的點不多 我一個填滿的點就叫做生命 然後旁邊空洞的點就是空間 所以呢我希望有一些基本規則 可以告訴我生命會怎麼傳播 好 那 這些點因為不多嘛 所以通常我會建議你用西蘇矩陣 Spot's Matrix 我們之前在矩陣那邊教過 但是 如果你能看懂這些程式 那基本上你基督舉任就已經 成功了就出事了 因為 能看懂這些 的那個 程式真的不是很容易 花了蠻多時間 但是 你可以試著看一下 好 那你說他是生命 就是 模擬生命的天皇內 到底他在做什麼 我們來看他其實只有一條規則 我把規則列在這邊 他說呢 我就是去檢查 每一個格子 像這裡如果是一個5乘5的格子 那我就檢查25次 一格一格我去檢查 那假如我一開始的生命 有 這三個點有生命好了 好 那我的規則是什麼呢 我看看 如果他是一個 Live Sale 就是一個 已經有生命的 Sale 那麼 他必須有兩個鄰居 我才可以活下來 所以這個人有沒有兩個鄰居呢 沒有 所以他下一個回合會掛掉 他也是 這個人也是 好 接下來呢 如果你有Any Sale 就是你是空的格子 可是你旁邊有 三個 那個 他也可以活起來 那有沒有一個格子 滿足這個東西呢 只有這個人有 所以下一格 這個叉叉會變成圈圈 其他人都會不見 在下一格就沒有人 因為他太孤單了 因為旁邊都沒有人 所以在下一格 這整個圖形就會沒有 你可以自己畫自己的圖形 就是 不同的起始點 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 好 簡單的規則就只有這樣子 就是 要不就是你是Live and你有兩個鄰居 你只可以有兩個 因為太多他說 就過於擁擠就沒有 反正是他自己的講法 然後 如果你是空格子 就是有三個旁邊 要剛剛好有三個旁邊 好 只有這兩個條件 可以讓那個 活起來 那 這個東西 我們告訴你 這個 這個Game of Life 基本上就是 非常簡單的規則 但是非常 蠻複雜的配偵 所以有點像我們之前講的那個混沌那種現象 就是那個 碎形那種可能 但是他不一樣 因為他基本上是非常嚴謹的 數學工事 就是數學的結法 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 就是你用這個當例子 來看看 下一格會是什麼 這個三格嘛 所以下一格這個人會活起來 因為他的鄰居有兩個 所以他也活 他也是 他也是 所以最後 在下一章就是這個 但是下一章你們自己這幾句話的 我就不講了 才會變這樣 可是變這樣的時候你就會發覺 根本就在repeat 他 他 所以他會重複 但是也可能不會重複 不會重複的例子 就是像我們等一下要講的那個 那個例子 他可能會有一個類似像 他叫做 這個是他一開始create的那個圖形 叫做那個弓箭 就是Gaspard Glider 他竟然會一直產生那個 這個東西 一直往下飛 這種東西 都有可能 那我們為什麼要模擬這種傳境 其實很早以前我就想做 但是Malive 是一個不錯的 那個選擇 那為什麼呢 他有幾個功用 第一個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一個指令 叫做 Spy跟NNZ NNZ的話呢 就是我的非0的 那些元件 所以我不用每個元素去處理 我只要看沒有0的地方 因為我畢竟我要看的是那些 就是生命的點 那接下來呢 Malive 裡面有一個spot matrix的功能 他可以建立一個吸塑矩陣 那吸塑矩陣跟元矩陣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的 就是沒什麼差異的 差別在於他比較省空間 那這對於你做大的模擬很有用 譬如說你要做100x100 那你存起來的那個 的變數可能就要1萬個 可是如果你用吸塑矩陣可能要100個 那最後就是Malive有一個指令叫做spy spy我們上次試給各位看過可以幫你把 吸塑矩陣變成圖形 好 那這個東西是剛剛我跟各位講的 你的圖可能是重複的 也可能是不重複 甚至以這張圖來講你可以自己去網路上查這個spy 讓 他會一直打一個 類似那個炮彈的東西出來 一直往螢幕右下放彈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指令 那當然我們再 講一項先快速看一下 等一下就是直接用那個 例子給各位看 那我想請各位看懂 兩個東西 我覺得你試著去 看那兩個東西 第一個這個東西呢 是產生一個吸塑矩陣 大小 接下來這一行 是產生它的初始值 那我們剛剛講過呢 你應該看得懂嗎 就是 21到30本來有50x5字 然後第21格到第30格 總共是10格乘10格 我就是看看每一個我都撒一個random 比0.75到我就把它亮起來 那如果那個沒有就失敗 所以其實就是隨意才能有別的 然後p0的話就是nnd 就是我找出沒有 就是那個不是0的那些game 那接下來這三行 我剛剛不是告訴各位 spy就是把它的 圖形顯示出來 這兩行沒有用 這兩行只是 在那個 圖上面顯示現在是1 2 3 這樣而已 所以最重要的關鍵是這一段 第一個 n當然就是50 因為它就是我的那個s的size 好但是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的三行 還是重點 p是什麼 p是1 空格1冒2n-1 所以各位覺得它會出來什麼 這個你應該能夠看懂 它是一個column maker 所以它會1 1 2 3 0 我們寫到5就好 假設它是一個6乘6的 n-1就是5 所以p是這樣子 1 1 然後2 3 4 5 接下來 q是什麼 2開始 到n 然後n 所以我再重寫一次 1是 1 1 2 3 4 5 q是 2 3 4 5 6 6 那冒號呢 當然各位知道 1 2 3 4 5 6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來對一下 冒號p跟q的關係 p跟q 感覺上這個跟這個 是不是p永遠是冒號-1 除非你已經撿到底沒得撿了 它還是保持力 所以我們可以說我放p的地方 就是有點像看我的-1的位置 好 q當然 同樣的講法你可以講就是 冒號-1 所以你看到q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在看他 加1的位置 好 那現在 問題來了 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剛剛他只是把pq傳生出來而已 好 請問什麼叫做y等 s冒號p加s冒號q 因為這行如果各位不去用這樣的寫法的話呢 這個寫法實在是太 太厲害了 你就只好去看我寫的另外一個版本 用了大概2 30行做到這行的事情 好我們來看這行的做什麼 冒號我們剛剛講就是1到6 p呢 是111然後2到5 所以我說p就是比他少1的東西 好 然後我們知道這個是x軸這個是y軸 因為那個一個是raw一個是column 所以一個是x軸一個是y軸 好請問冒號p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的每次y都是x-1 那如果y是x-1的話呢 x在什麼地方 y就是它的減1的東西 那減1是在底下 所以是不是講他的 y軸 往下的一個動作 同樣的q就是y軸往上 這個就是x軸往左 這個就是x軸往右 所以前面這四個人 就是講 任何一塊的 上下左右 就是一個是y軸的減掉 所以是往下方 一個是y軸的 加1 所以是往上 所以這四個是指上下左右 那這四個呢 x軸-1y軸-1是什麼意思 就是往左下方 然後另外的是左上右上還有右下 所以這四個人 就是四個斜角 這四個人就是四個方向 所以y呢 其實就是任何一格 我這樣子一加完之後 所有人的 每一格的那個數字就出來了 那如果各位還記得我們的規則是什麼 我們的規則不就是 你要負就是你有兩個 你自己是live 所以我的x存在 and 我的旁邊還有兩個 那不就是y軸-2嗎 或者是 我是空的 也是s不存在 但是我旁邊有三個 y軸-3 這兩個人 就是新的x 好結束了 所以 我們告訴他 x就是指活下來的那些 那些同功能 那你要負就是你本來就活著 而且 你旁邊有兩個 或者是你有三個 這樣子這一行 就只有這兩行而已喔 就是所有的 那個 Game of Life 因為你可以看到 好模擬跑起來 就是這個樣子 這一個指令 就這樣 只有這一行 就這樣 所以各位如果能試著把它看懂 變成上 就 不太 就是大概你對係數矩陣就很 了解了 那我把那個 東西停下來 讓各位看看 其實每個東西大概是什麼 S 你各位看 因為我見的是一個 五個元素的那個 標準底震測 其實就是 2525那個有一點 然後他的上下還有左右 各有一點 像他的上面 就是那個歪軸加一 所以是2526 他的下面就是2524 那 明明就是一個那個 西書矩陣 他明明是一個50乘50 結果他才五個點 你看一下他的那個 死敗 他的死敗就長這個樣子 就是 我整個是 橫跟重50乘50 他需要這五個地方有點 那接下來呢 各位也可以自己 試著去 看看 請問 X的 例如說 帽號P是什麼 你就會發覺 只有這些點 的下面 我們說帽號P就是 看下面 只要這些點的下面有人 你可以自己一個一個去對看看 同樣的道理 X帽號Q啊 什麼SPQ 我都講過各式的意思 就是 這些地方 如果他會出現E 就代表他在某個方向 是有一個鄰居的 只有這些人有 所以 這些人有下方的鄰居 然後可能下一排 X帽號Q啊 代表他們上面有鄰居 其他一之類推 所以 你把上面有鄰居 下面有鄰居 然後水的那些都加起來 就知道總共搬的方向有多少鄰居啊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感覺上是一個還蠻 算蠻Smart的一個 城市寫法 因為我也 幫各位寫過就是 如果你們覺得那個城市還是看不懂 那就看我這個 可是我的全部這麼多 因為我一定要知道我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我就把我的 前後左右就這樣子加起來 然後才這個 所以這個城市一樣 你跑起來 我先把停掉 然後 Tap 2 也會跑出一樣的結構 可是呢 就是法案已經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驗證這兩個城市是一樣的 可是你可以看看他們的城市 差多少 我的基本上要從這裡開始 到這裡結束 後面這當然一樣就是兩個跟三個 可是前面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東西一樣 留給各位去 回去就是 試著有空玩看看 那我們下一次就從12開始 會請助教公告那個 講義 那 下一次開始我們剛剛跟各位提過就是開始 正式的一些實際問題的處理 那 下一個lecture的話會是統計跟機率 去 P 費 在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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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